妈,我这儿有一万块钱,你拿着吧 干嘛给妈这么多钱 拿着吧,吃好点,穿好点,别给我省着 我公司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看车慢点 妈,我去公司了 哎,闺女,等一下,等一下 你再给妈拿十万块钱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 怎么了,舍不得了 我听朋友说你请别人吃饭,你都花一万块钱 妈,我不是舍不得 我总得知道你和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吧 你别管了,给还是不给 给给给 这款里有十五万,你拿着 密码是我的生日 但是,干什么,你得告诉我呀 好,我知道了,快走吧走吧 娜娜 妈,你怎么来了 再给妈拿五十万 我不是刚刚给你十五万吗 你又要五十万干嘛 你给妈买个房子,刚求不花钱吗 妈,我现在只有两万了 你省着点花,剩下的,我明天给你送 知道了,知道了 唉 郭总,今天把我们叫过来 是准备安排我们去哪玩呀 唉,我觉得上次郭总领咱们去那个地方就不错 就是这消费啊,有点高 说啥了你呀,那条小钱,对于郭总来说,不算什么 你说对吧,郭总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的公司,财务出现点状况 我想让你们帮我渡过难关 平时,我也没少帮你们 这次需要的钱也不多,就五百万 你也说了,你那是帮,不是借 小了,格局小了 唉,郭总 哎呀,实在太不巧了 我前段时间刚买了一套别墅 手里正好也没钱 我帮不了你 唉,郭总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唉,郭总 你看,我这不当家不做主的 我得回去和我老公商量一下 等我啊 唉 唉 郭总,郭总 刚刚对方公司打过来电话说 如果我们再不交亲尾款的话 就要起诉我们了 资料在这里,您看一下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好的,郭总 唉,张总 唉,张总 唉,就三百万 唉,不不不 就二百万 二百万 喂,喂 唉 唉 娜娜 唉 妈 你怎么来了 娜娜 你最近怎么瘦成这样 这么憔悴 没事,妈 昨天晚上呀,我熬夜了 哦 那你再给妈拿十万 妈 你又要这么多钱 干什么呀 你就别管了 妈有用 妈 你再不告诉我 你用这么多钱干嘛 我就不给你了 你是没钱了吧 我就是再有钱 也不能让你这样乱花呀 你打算撑到什么时候呀 来 这卡里有二百万 这都是平常你孝蠢妈的 妈都给你斩着呢 还有 这卡里有三百万 妈把房子卖了 什么 你把房子卖了 那你卖了房子 你和爸住哪儿呀 你别管了 我和你爸就住老房子去 那老房子能住人吗 那老房子都快塌了 怎么住不成 只要有妈在 住哪儿都是家 来 拿着 妈 姑娘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妈相信你 我走我走 你找到了没 我让全体员工都去 找了 就是没有找到那个盒子 这可怎么办呢 郭总 那个盒子 有那么重要吗 你说呢 那盒子里面 有很重要的东西 当然重要了 喂老婆 老公 你怎么还没来医院呀 爸的病怎么样了 医生说 咱爸的病 还需要一个疗程来巩固 老婆 你别着急 钱的事 我来想办法 可是 这钱还没凑够呢 好好好 那我先挂了啊 郭总 郭总 我想起来了 今天早上 你让我把没用的废纸盒 给那个收废品的 那个绿色的盒子 就在那里边 老板 有没有不要的废纸盒 我告诉你 别在我们公司门口 收这些破烂玩意儿 哎 你看 那个大哥 真可怜 听说他家里人 有人生病了 哎 这靠卖废片呀 什么时候能抽到钱 哎 太可怜了 走吧 大哥 给你废纸箱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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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灵 把咱们公司的废纸箱子呀 都拿给这个大哥 好的 郭总 走吧 大哥 这些几箱子都给你了 谢谢 谢谢 没事 对对对 就是他 我们赶紧走 人呢 应该早就走了吧 老板 老板 你们是在找这个箱子吗 是的 大哥 您是一直在这等我们吗 是的 这里呀 有好多钱 还有一份重要的文件 我也没有联系方式 一直不敢走 来 给你 来 大哥 这几万块钱 您拿着 不不不 老板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您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来 这些钱 你拿着 谢谢老板 但是 你一定要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等以后 我有钱了 我一定还给你 压力 你去我办公室 把礼品拿过来 郭总 这是您要的礼品 来 大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收下 谢谢 谢谢 不用客气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来 压力 你把这盒头收好 哎 郭总 这里面的钱呢 我呀 都给刚才那个大哥了 大灵 你知道吗 刚才那位大哥呀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最需要钱的时候 他意外的发现了这个盒子 里面还有那么多现金 如果换作是你 你能坚守住 这么大的考验吗 郭总 说实话 我不能 是啊 只有心从散念的人 才有好的回报 我要做你意义的光 为你善良 让你看到希望 在身旁 与热烧的温烫 郭总 小阳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呀 是找李经理的 找李经理 让他们进去就行了呀 在这干嘛 可是李经理 不让他们进去 老板 你就是老板吗 对呀 姑娘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 是这样的老板 那个李大林 之前借了我姐五万块钱 到现在还没还呢 是啊 他现在 把我们的微信 手机号都拉黑了 我们怎么都联系不上他 你能不能 帮我们联系联系他呀 我弟弟 这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们还等着这钱 给我弟弟交学费呢 好 我知道了 那你们现在跟我去办公室说吧 来 请坐 来 说说吧 这是怎么回事呀 是这样的老板 那个李大林 跟我是同乡 他去年 跟我拿了五万块钱 说是今年还 可是到了今年 我们怎么都联系不上他了 这微信 电话 全都把我们给拉黑了 是啊 老板 我这眼看就要开学了 可是 我们还等着这笔钱交学费呢 他不给我们 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公司找他的 可是 我们已经在门口 等了他好几个小时了 保安也不让我们进 你们的事情 我大概已经了解了 这样 你们都不要着急 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吃蘋果 我吃不吃 对了 给你订那个车 马上就回来啊 好吧 喂 郭总 李经理 你现在来趟我办公室 我没在公司啊 我在外边考察市场呢 我不管 你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过来 如果十分钟之内 你要是过不来 以后别来了 好吧好吧 等我一会啊 你们稍等一下 他马上就过来 郭总 你这么着急 找我干嘛 我还在外边考察市场呢 李经理 你认识他们两个吗 哎 我说 你们两个怎么找到这来了 不就劝你们家五万块钱吗 你们不要脸呀 我还要脸呢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我也是没办法 你微信和电话都把我们给拉黑了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才来公司找你的 我已经在你们公司楼下 足足等了两三个小时了 我弟弟他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们都等着这钱 给我弟弟交学费呢 你地上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不是老师 李大连你当初跟我姐借钱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呀 借钱借交请 还钱看人品 你把人家都拉黑了 人家去哪里找你 外说了 人家弟弟 马上就要开学了 就等着这笔钱交学费呢 你要是要脸的话 赶紧把钱还给人家 郭总 我是真没钱呀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 今天不管用什么方式 必须把人家的钱给还上 郭总 我真没钱呀 就算你逼死我 我也是没钱呀 你要有钱 替我还了吧 好 我替你还 喂 让财务经理来看我办公室 好 郭总 这是您要的钱和欠条 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 拿给李经理签字 行 你先下去 来 小姑娘 这些钱你们拿着 谢谢老板 谢谢 不客气 赶快去把弟弟的学费交了吧 老板 你放心 这个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好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啊 三天 对 就三天 如果三天之内 还不上 我们公司 有的是法务 有的是律师 有的是治你的办法 别人的病 由医院来治 你的病 我来治 他乐着干嘛 快去筹钱呀 有多少许 天万无人乱 每孤独一逐 才会羡慕 我去 我来到